有一宗新闻也很厉害 这个 话说这件事是什么呢 是有市民 是有市民 在去年的国庆 即是21年的国庆 应该就是这样 21年的国庆 在元朗一带公路的登柱 悬挂了1200多只国旗 我真的很想知道这个市民 我没理由不认识他 我觉得如果有一个这么厉害的市民可以 在登柱 他不是插在街上 你要租一个升降台 或者可能他本身家里有一个升降台 我不知道 升你上去挂 1200只 不知道他收了是哪个1200只 会不会扔掉 你小心一点 1200多只国旗 路政署 竟然在前日 隔了一年 前日 他前日说 豁免 前日豁免 原来我这个是第一首新闻 李家超说 已经豁免了 已经豁免了 那么他就说有路政署 就足足收了他14万 管理费 嗯 这个管理费包括就是什么呢 包括就是 1214只国旗的检查费 一只就是820元 我相信就是什么呢 因为他应该是这样的 他有个条例就是 你悬挂一些即期也好 或者其他不知 方式品也好 是 挂在路政署的街灯上面 其实每日收费6元一只 或者1元 他挂了20天 即是每支820元 是的 是的 因为挂了20天 所以才每支820元 这样 嗯 另外再加申请费 1,990元 这样 那这件事你又是 我先不说就是他 这样回头去收钱是一件对不对的事 他有他的理据 他有他的理据 其实你不中 不是理据 其实不是理据 路政署的理据 是有法委 是的 是的 不是理据 是法委 其实和你看民署的设备是一样的 要比赛 然后你这班人 你走出来的话 喂 因为那个市民 这个就是元朗的这个市民 首先他对着记者说他的说法就是什么 喂 这件事 原本是应该你政府做的 现在我帮你做 你收我的钱 你看 这个世界有这样的东西 这个世界有这样的东西 原来 这样 然后也有一些 如果是这样也挺好的 就是 我看到有贼 我可以自己去捉贼 捉完贼之后 捉完贼之后 还可以骂警方 什么都不做 是的 是的 又或者 其实你可以有点弱 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倒转那件事都可以的 就是说 必须 ث 你口 譬如你打完那又 后来他发觉原来曾经装保自己裙居 这样 那么你打构他的行为 就会变得正义了 合情合理 是的,你還可以再打兩槌 我幫你抓他 其實這個說法和你剛才的新聞 網民玩他的電話其實是一樣的 是 以正義名義去殺人 是 這對情侶是屈咎別人是適狼 我就搞你了 我覺得這個做法很恐怖 我覺得最恐怖的是 你路政署真的對付錢給他 是的,李家超真的表示 以展示有關部門 展開關於掛國旗及區旗的教育工作 他說會著情處理 退回的14萬費用 李家超也在社交網站說 指示有關部門豁免相關費用 要求部門制定有效的 和適當的措施避免同事件發生 我覺得很簡單的就是這個 其實你立刻修例就可以了 什麼立刻修例 什麼立刻修例 什麼立刻修改這個法例就可以了 不是 完全說什麼就豁免 是啊,是啊,是啊 不是 你立刻修例就可以了 很多立刻修改 因為你牽一法獨全 動全身 因為你不能 法治社會是這樣的 不是,修例是下一步 我先跟你說豁免 豁免容易處理很多 是不是 但是不是法治社會 不是 我現在就不跟你說法治 但是一向都說法治 但是一向都說法治 現在人家都跟你說了豁免 但是我現在就跟你說豁免 首先 過去25年 這麼多慶回歸的活動 之前的人有預約場 譬如有各大的鄉親會 會在酒樓搞慶祝活動 搞得像春明一樣 是這樣的嘛 是啊 全部退錢 麻煩你 什麼退錢 不是退錢 是計算錢 不是 我說退錢的意思是什麼 如果那天你預約了個球場 搞了個嘉年華會 是慶祝回歸的 首先看民署也是要退錢 第二 如果曾經有人在漢保大酒樓搞個慶回歸晚宴 回水 我覺得這個就不行 因為你不是涉及公共資源 你說你康民署路政署這些是涉及公共資源的話 你會回水合理的 OK OK 沒有問題 你可以這樣說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就非常不愛國 是的 都可以的 你可以這樣說 是的 如果是搞國慶晚宴的時候 水費、電費應該豁免那間酒樓 是的 是的 免水電 是的 免水電 是的 很多時候這些聚會都要給錢入場 買票入場 你會退回 不用全退 你退回著量的水電 給市民 或者公道點,拿一條數出來實報實銷 你沒理由賺錢的,你沒理由有錢剩的 因為首先酒樓就不應該賺你錢 就算不回水,他也不應該賺你錢 應該就收回你成本價 如果不是,因為你要豁免 那你沒理由只是豁免,你掛國旗的這一堆 之前那麼多團體復場搞的那些 糟糕啊 我們將會復場踢一場回歸杯 那油局之前賣的那些回歸25周年的紀念油票 那應該會回水給市民 就是買了給市民 沒理由你那些多團體叫市民給錢出來買 你首先你要向印刷廠拿了成本價 再算你們油局的成本價,退回差額給市民 應該要這樣 回歸70年才搞得到 因為慶祝回歸的這些特別日子 就是你們用來表達愛國情感的途徑 講錢嗎 如果不是,麻煩你收回他14萬 如果不是,就應該按規矩 你按規矩就不用那麼多豁免 就不用修例 因為你修例你怎麼修例呢 就是你只能夠就是什麼 豁免你掛國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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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恐怖 就是這樣 這次這些這些插法在旁邊 你知道嗎 你叫什麼 共產黨的持权啊 哈哈 哈哈哈哈 輕輕地打葬我的臉相 還是剛剛你看到那張照片 就是今年那個慶回歸的那些國旗 是區旗啊 是政府插啊 還是區議會啊 還是 還是 就是 好像那個 市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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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今次 一定是市民來的 就是退款呢 如果是 每年都要這樣搞都很麻煩啊 不是 你不是只能夠就是什麼 每年那個 你一是你一是你就可以 你就 立法去到那個位置就是什麼 每年7月1號前後20天 國旗區旗任掛 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問題 你又不行啊 你不找一個認頭的人 他不收那怎麼辦呢 所以你一定要找認頭 不是啊 你衍生了很多一些安全的責任 不知道哪個負 就是好像剛才這樣說 那真是如果一會兒 共產黨鐵拳打到你的臉上 那你找誰先 是 還有是 就是 那些人負責掛 負責插 他有沒有負責收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如果他漏了一條街 沒有收到呢 嗯 但是你又不知道是誰掛的 那怎麼辦呢 當垃圾丟 當垃圾丟 不通 這個就是 你 你叫食環那些外判當垃圾丟 不敢啊 怎麼做啊 對 怎麼做啊 怎麼做啊 哎呀搞不定啊搞不定啊 我覺得唯一 就是我覺得唯一就是 以後不能讓他們這樣做 我反而我是說 不掛 全部都不掛 全部都不准掛 其實這根字是照收錢 是的 照收錢 那他就要想 嘩 下次屌我 對 我掛二十日 是啊 你比不比得起啊 是啊 是啊 訂場踢球 給不起你就要訂 同樣道理 還有 那些市民說的 這個是你政府的責任 那些棋應該是政府掛的 那關你什麼事了 你市民你沒有責任要掛的 其實 但是問題 問題 我又覺得 我又覺得這些可能強度邏輯的 這個當然是政府責任 但是他不需要掛騙每一個角落的 大哥 是啊 最好不要 是啊 他沒有需要這樣做的 掛騙每一個角落 不需要人力物力嗎 難道 是你懶惰 你愛不愛國我不質疑你 但是你懶惰就肯定了 嗯 是你懶惰 以為你這樣叫做幫政府 跟七二一的白衣人一樣而已 保家衛族 收當吧 根本就是爛仔 收錢打人 港西啊你們 保家衛族 上庭那班也不是這樣說的 他跟他一樣收錢掛騎 誰知道原來錢就收不到 是啊 錢就收不到 要你批14萬出來 不是啊 可能其實他收了就是收了14萬 你老母你要批你出來 白草 裝什麼啊你 沒有人這麼誇張的 你愛國就愛國 你有人愛國就愛國 你看我們 我們都不會拿些錢出來 不是啊 愛國如果沒有錢的話 是不會做的 只是說的 是 出錢出力的人 你唯一那種 就是李嘉誠那種 嗯 他真的很多錢贏 是啊 那種事情 你想想你普通百姓 不用你出錢出力嗎 你愛他就可以了 沒錯啊 結果就是什麼 你現在這個香港市民 結果你現在最來的就是添煩添亂 搞到又要豁免 那我豁免得你又要豁免別人 你怎麼搞啊 就是愛國就是要用腦 真的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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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家超這些人是不肯用腦的 是否擇成有關部門豁免 那你豁免得這個 你豁免也豁免其他人 你就是拿自己來搞 是啊 其實很多政府部門之間的來往 都可以不涉及 不涉及錢 是啊 是啊 而且你難搞嘛 那你盧政署 那你怎麼搞啊 那些食環那些很嚴重 亂拋垃圾 要不要拋國旗啊 那如果他亂拋 如果他把國旗是垃圾這樣拋到地 我應該找國安定奧納去告票 給他一張告票呢 作為食環 你怎麼拿來搞啊 那些國旗 怎麼真的你想想 哎呀 你自從立一個國旗法也好 叫你一個外國也好 搞得到香港就是這樣 狗之馬鹿 可能之後 之後可能 部門與部門之間 或者各部門 看到這些情況都是 假裝看不到算了 又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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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因為你又知道 某程度上都是公務員 一層壓一層 我不能夠不出聲 我不能夠不出聲 就我背鍋了 或者是豆舍 你聯絡康民署 或者康民署就說 你聯絡衛生署 也不行啊 都不行啊 登署一定是路政署負責 你說好像我剛才那張圖 插在路邊呢 這樣就難爭了 這個食環 但是他插在欄杆 是不是又是路政署負責呢 應該 也是 很難搞啊 但是你掛在登署 哈哈哈 就一定是路政負責嘛 然後你現在又跟我說豁免啊 怎麼辦啊 剛才John說 立了很多法 搞得越來越混亂 不是香港越來越混亂 是香港的行政越來越混亂 是 跟我們之前所說的其實都一樣 就是我們正常人這樣想 其實一個城市最好就越少法例越好 用別人的道德去判斷究竟做不做得到 可以做這件事嗎 是 現在就不是 現在的人就不需要判斷 是 是 法例說可以呢 那就做了 是 法例沒有說的呢 那就看看哪個大聲一點 就讓你立法 你就繼續立法 是 慢慢立法 是 原來國旗法裡面又有掛不掛登署啊 掛不掛路邊啊 其實 你如果 比起我們以前 他說路政署要收六元一支 那你沒有錢你就掛兩支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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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叫你沒有錢啊 是啊 誰叫你窮外國 要麼你就準備多十四萬 是啊 就是這樣解釋而已 是不是 就是這樣解釋嘛 但是現在就不是了 是 喂 大球 打球場踢球 誰不想啊 有錢就去打球場 沒有錢就去打圍園 是啊 現在不管了 如果現在真的這樣 我們要打球場 即場回歸杯 是啊 回歸杯 慶祝回歸 歡迎任何愛國人士報名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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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了 你去打球場吧 你不是說我現在在打球回歸杯 民間自發的 你打算收我錢嗎 你打算趕我走嗎 最重要是披著國旗進去 是啊 動 動 動 把那支國球旗扔掉了 動支國旗 哈哈 好像一個結界一樣 四個國 其實你不理它 其實你不理它是最好的 是啊 是啊 你只是這樣說 市民就要留意了 是啊 就算你申請了掛國旗 其實你這個款項你也是要給的 嗯 這件事跟外國有沒有關係 都是沒有關係 是 是 大筆 不是 或者你這樣說 這次當你不知道就算了 嗯 下不為例 是啊 你不能夠真的要研究一下 第二次有什麼方法可以做得好一點 哪有可以做得好一點的 你不收人錢而已 你不收人錢之後 結局就亂說 只會越來越多 不會越來越少 你想想 你最糟糕 我就很期待下年的畫面 如果你有依次這樣的案例 那下個說 這傢伙這次掛了1200枝 14萬人可以再掛 是啊 是啊 那我就可以 那我就可以放心掛 這個時候 爆龍哥就出來的了 哈 燃朗那傢伙掛1200枝 我要掛3000枝 啊 到時就天下大亂了 馬路都走不了 是啊 是哪個? 真是 我是的 我期待這個畫面很壯觀 是啊 是啊 極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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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都愛國 rical大龍 何止掛20天 那還掛了200天 啊 啊 這也是真的啊 掛了上去拿一次國旗下來 你是不是不愛國 是啊 你不是跟我拆吧,我还没外援 我还在庆祝,我每晚都在家里在家里在庆祝 回归26周年,你真是瘋子 你预着这些瘋子我们怎么办呢,你豁免他不豁免他呢 你最惨的就是李家超,其实我也提论你的,你陪他不用我 但是他们有搞笑,就是弄一条长头发,觉得这条是效规 很严谨的,你又不想想,你们现在就是这样 你豁免一个人长头发,你就会觉得以后再挑战我校服 以后再挑战我染头发,纹室,怎么办 然后这个14万,我豁免了他,只要你爱国 不如我爱国都可以留长头发吧 我验红他,然后我纹室在额头五颗星 很搞笑,但是这些东西要他改,他不会觉得是 他觉得一样又会觉得一样 因为国旗的东西,你知识看大的嘛 一个年轻长头发就很狠,你问我 他喜欢的,但现在国旗的知识看大 他又调转了,国旗又无所谓 他又调转了,国旗又无所谓,给你了 开面啊,开面啊 不,也挺香港人 徐特发,不行 怎么管你啊 都挺香港人 政治人物就不用理的嘛 但是你追明星就说,喂,他男的 他男的,他想TVB 9000个留言罵不好看,难道你会看TVB 哎呀,哪个老婆 Ice Dream都不好看,那你回去看TVB咯 老婆,真是 真是 香港现在没有讨论空间 没有讨论空间 我讨论一下金城武,想起我都不能 就说我逼你了 我逼你了 不是啦,林华制没有讨论空间 你簡直就是赶狗入窮巷的 不如你把所有人都这样 post东西,设计了个留言功能 那些新闻的桌子不行 我说是你们自己公海的桌子 不是,你们自己的公海 什么叫自己公海 你知道什么叫公海 我前面这一部分 你想说社交距离是吧 我自己,你自己的公海 自己公海叫什么呢